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4将是好运的一年 正如诗人所言 春风的一马提及 一年好运胜千金 每一个新年都象征着新的开始和无限可能 正如春天的到来给大地带来生机一样 2024年也将为我们带来新的希望与发展 在传统文化中 诸相指着富饶和好运 对于蜀猪人来说 2024上半年将是一个充满机遇和幸福的时期 本文将详细描述蜀猪人在这段时间内迎来的三个好事 这些好事将为蜀猪人带来更加丰盛的生活 让他们在2024年迈向新的巅峰 第一件事 意想不到的钱财降临 2024上半年 蜀猪人迎来了第一件好事 意想不到的钱财降临 这段时间里 蜀猪人可能会得到一笔出乎意料的意外收入或者投资获利 这笔意外的财富将为蜀猪人带来经济上的宽裕和自由 使他们能够实现更多的梦想和目标 然而 蜀猪人要保持理性和谨慎的态度 正确管理这笔财富 避免过度消费或投资失误 以确保长期的财务稳定和持续的财富增长 蜀猪人在2024年上半年的财运主要来自于偏财 蜀猪人在这段时间里 有很大的机会遇到意外的财富 让他们感到惊喜和幸运 例如蜀猪人可能会在路边捡到一张彩票 结果中了大奖 或者在家里整理就务实 发现了一件珍贵的古董 卖出了高价 或者在网上参加了一个抽奖活动 得到了一笔丰厚的现金奖励等 除了偏财之外 蜀猪人在2024年上半年的正财也不错 也就是正常工作或经营的收入 蜀猪人在这段时间里 蜀猪人可能会通过自己的智慧和眼光 做出一些明智的投资决策 从而获得丰厚的回报 这些正财虽然不如偏财来得惊人 但也能为蜀猪人的财富积累提供稳定的支持 然而蜀猪人要保持理性和谨慎的态度 正确管理这笔财富 避免过度消费或投资失误 以确保长期的财务稳定和持续的财富增长 蜀猪人应该学会理财 将一部分潜用于储蓄或保险 以被不实之需 将一部分潜用于投资或创业 以增加收入来源 将一部分潜用于慈善或公益 以回馈社会和积累福报 将一部分潜用于自己或家人的生活和娱乐 以提高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这样 蜀猪人才能真正享受到财富带来的好处 而不是被财富所困扰 第二件事 家庭和睦幸福 在2024上半年 蜀猪人将迎来第二件好事 家庭和睦幸福 这段时间里 家庭关系将更加融洽和谐 亲密的纽带更加紧密 蜀猪人可能会与家人 共同度过美好的时光 感受到家庭带来的温暖和幸福 此外 蜀猪人还有机会修复和改善家庭关系 解决之前存在的矛盾和分歧 通过家庭的支持和理解 蜀猪人能够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个人潜力 并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第三件事 事业上的突破 蜀猪人在2024上半年迎来的第三件好事 是事业上的突破 这段时间里 蜀猪人将有机会在职场上取得重要的进展和成就 他们可能会得到提升的机会 新的工作机会或者创业的机遇 蜀猪人的才华和努力将得到认可 他们的影响力和地位也将得到提升 蜀猪人在2024上半年的事业运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 一是贵人运 二是工位 蜀猪人在这段时间里会遇到很多贵人 他们会给蜀猪人提供指导、建议、资源、机会等 让蜀猪人能够顺利地完成工作任务 并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工位是指蜀猪人在生肖十二宫中所处的位置 它代表了蜀猪人的运势和方向 蜀猪人在2024上半年的工位是太岁宫 这个工位对于蜀猪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 因为它代表了权力和地位的提升 蜀猪人在这个工位下 会有很强的自信和野心 他们会积极地追求自己的事业目标 并且不畏惧任何困难和挑战 蜀猪人在这个工位下 也会有很好的领导和管理能力 他们会有效地组织和协调团队的工作 并且能够激励和带动团队的时期 蜀猪人在这个工位下 还会有很强的创新和开拓能力 他们会不断地尝试新的方法和思路 并且能够开辟新的领域和市场 然而蜀猪人要保持谦逊和坚韧的品质 不忘初心 持续努力 才能在事业上实现更大的突破和成功 蜀猪人应该学会感恩 尊重和感谢那些 给予自己帮助和支持的贵人 并且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 蜀猪人应该学会合作 与自己的团队、成员和同行建立互信和互助的关系 共同完成工作目标 蜀猪人应该学会学习 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以适应变化的市场和环境 蜀猪人应该学会调节 适当地平衡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以保持身心的健康和活力 蜀猪人在2024年上半年的事业上的突破 将为他们带来更多的荣誉和责任 也将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挑战和压力 蜀猪人要有信心和勇气 面对一切的困难和风险 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不断地超越自己 创造自己的事业传奇 2024年蜀猪人积月份好运多 农历、阴历、三月 三月是一个对于蜀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月份 在这个月份里 他们将收获他们之前所付出的努力 事业方面 蜀猪的人可能会得到晋升或新工作的机会 这将为他们带来更大的责任和挑战 但也意味着更多的收入和成就感 此外 对于创业者而言 三月将是一个适合扩展业务或开拓新市场的良机 在感情方面 单身的蜀猪人可能会遇到一个有吸引力且与他们志趣相投的人 这段关系可能会很快进展并变的稳定 对于已经有伴侣的蜀猪人来说 三月将是一个加深感情 提升亲密度的机会 他们可以通过共同的兴趣、爱好或旅行 增进与伴侣之间的联系 农历、阴历、六月 六月是另一个重要的月份 蜀猪的人将继续迎来好事 在事业方面 他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机会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这可能包括参与重要项目 接触到新的客户或合作伙伴等 蜀猪的人应该抓住这些机会 努力表现出自己的实力和价值 感情方面 六月可能会给蜀猪的人带来一些挑战 已经有伴侣的人可能需要更多的沟通和理解来处理一些矛盾和摩擦 单身的蜀猪人可能会遇到一些感情上的变化 他们可能会面临选择的困难 需要仔细考虑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未来的发展 2024年上半年对于蜀猪的人将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期 通过抓住机会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他们有望在事业、感情和健康方面取得显著的进展 无论是事业发展还是个人生活 蜀猪的人都可以以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创造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个充满好运的上半年